今天给你们看一只小傻猫 它的舌头总是会卷起来 忘记收回去 睡觉的时候也是 看这个小舌头 多可爱 自己站着的时候 这个舌头卷的就更厉害了 是不是觉得它有点眼熟呢 因为它是丸子的仔 跟桃子是同父同母的 也就是桃子的亲弟弟 他叫东东 这个傻样子和桃子小时候 不能说十分相似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东东还有一个哥哥 长得也和桃子很像 就是这只叫春春 恩川出生的时候就比较大只 抢的奶比较多 羊比较好 所以就长得比较肥美一些 它们同窝的还有一只大眼萌妹 看这个眼睛是不是很大呢 可能你们看起来会觉得差不多 但是因为东东是有眼线的 会显得眼睛大 而萌妹现在是没有的 以后可能会长出来 这一只我们大概率是会滞留的 留给琪琪当小老婆 两只大眼睛结合再加上眼线 一定会更漂亮 这两只稀有色的小朋友呢 也长大开眼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只比较肥的呢 它是重点色的米鲁特 不是罗鸡猫 也不是巡逻帽啊 出生的时候比较大只 抢的奶多 就比别人长得肥 以后如果胖起来的话 应该会很像一只小碗熊 另外这一只呢 是重点色加白的米鲁特来讲 但是他俩也有可能是经典和经典加白 现在的颜色还太浅了 看不太清楚 以后会越来越深就比较明显了 这一只小碗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